大家好,我是王力雄,欢迎来到《绝地禁书》,在《转世号外》的第二期里,我说了一个概念,小说反党,当时也就这么一代而过,没有加以解释,因为对于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一些年轻的网友就不太清楚了,所以我在这里面稍稍地把这个话题再展开一点,具体的那些细节,这个事件,不用我多讲,因为我也不是党史方面的专家,要想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的话,去看一下,像维基百科里面, 谈这个事件就比较清楚,而简单的说就是一本小说,从五四年就作为中共的宣传部的任务,然后给了工人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开始组稿, 就是写三十年代中共闪甘宁边区的创建者刘志丹的一部小说,刘志丹在1936年就战死了, 但是他的这个历史,对于中共的历史功绩在于,中共从瑞金被蒋介石的军队围剿失败,逃生,整个所谓的万里长征,实际上就是一次突围。 虽然那当然是一个很壮丽的一个史诗般的一个行军了,但是他的基本的一个状况,应该是逃生, 而不是像后来所说的那个什么战略转移啊,什么这些,这都是一种美化了啊, 在成功之后的一种他当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这个英雄事迹了啊, 那么中共当时在逃生过程之中,最终是到了陕北,这个陕北的根据地, 就是刘志丹所创造的根据地,给了这个红军的最终的落脚之地, 也就是毛泽东在那里,然后建立了延安,然后从那里开始夺取中国政权的整个的这个历程, 才真正的展开,所以刘志丹的历史贡献是,应该说对中共来讲是不小的, 但是这部小说的命运就不一样了,这部小说是由刘志丹的弟媳妇, 叫李建彤,也是一位中共的一个干部了啊, 刘志丹的弟弟也是在中共当中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干部了, 那么这一位弟媳李建彤,写完这部小说以后, 到62年才开始出版,这个出版还没有正式出书, 只是在一些报刊上连载,然后就受到了一些被认为是他写到书里的人的这种反对, 争执,甚至上告, 其实在中共的历史当中,这种各种派系斗争, 血雨腥风,那是不胜枚举啊, 数不胜数,可以说是遍布他的这个, 他的历史每一页,那么这其中的这个是非取值, 我们就根本不能论了,根本甚至根本搞不清楚, 我记得当年,就是我们家一个算议市交吧, 原来北大党委副书记, 后来去当这个中央党史资料中纪委员会的一位老先生, 是我父亲的老乡, 他当时曾经印象很深的, 我见他的时候,问起这个党史情况的时候, 他说过,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 当时的真实面目是什么, 就是说对于开同一个会, 同一个会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人参加, 他们对那个会议所有的描述都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就完全对不上号, 但是也不能说他们就是编造, 这个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 甚至是有修正的,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愿望, 来形成新的记忆, 并且他确信这就是他的记忆, 而且确信这就是历史, 真实, 所以这些历史这个之争,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判别它, 总之就是在这种争论当中, 就被当时的这个所谓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 康生, 知道了这个情况, 而且立刻他就嗅出了这其中有可利用的味道, 那么康生其实就是被称为中国的毛泽东的贝利亚了, 他其实就是扮演的毛泽东的一条警犬, 而且这个警犬是随时为毛泽东去发现危险, 他很善于领会这个毛泽东公开的, 不公开的, 说出来的和不便说出来的那些想法, 而且特别能为领导分忧, 就是为领导想在前面, 把领导没有去说出来表示出来的这些事情, 先把它做起来, 或者把它调起来, 那么他从中看到了这个事情是毛, 是会愿意来利用的, 一个就是毛当时到底是这个中央红军去投奔了刘志丹, 是被称为西北旧中央, 那么这肯定是毛非常耿耿于怀的, 而在62年, 就是这个刘志丹小说问世的时候, 是1962年, 那个时候呢, 就是经过了毛, 对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 让中国进入了一个连续数年的大饥荒, 饿死了几千万人, 使他在党内这些官员当中的微信大大的受到动摇, 而党内那些元老啊, 各派系的那些, 各山头的那些元老,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资历, 是对这个, 可以对毛发表不满的, 表达不满的, 而毛是想利用一个机会, 重提阶级斗争, 来重新竖清这些党内的, 可能对他构成挑战的这种力量, 那么他是会愿意利用, 这个刘志丹这个小说的, 那么因此当康生在这个会议上, 一个中央全会上, 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 这个条上就写到这一句, 就是后来著名的一直流传下的这一句, 叫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那么毛泽东就在这个会上念了这个条子, 而且表达了一系列就严厉的讲话, 那么中共就以康生为首, 成立了这个专案组, 最后就开始用这个案子, 做了一个长期的涉及, 据这个后来的统计是, 这个牵涉到案, 这个案子里面有六万多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文字语, 而且被认为是文革的先生, 就是从这开始的, 而这里面, 一个被牵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 叫习仲勋, 当时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那么也就是当今习主席的父亲, 习仲勋当年在陕北的根据地, 当过苏埃政府主席, 所以这个李建彤, 也就是刘志丹的弟媳妇, 写这个刘志丹这个书稿以后, 曾经交给这个习仲勋去审阅, 而习仲勋在审阅的过程当中, 就忘记了避嫌, 就是说里面有一个人物, 好像是个什么政治部主任呢, 还是什么, 反正写得比较好的, 就是以他为原型, 那么习呢, 就没有去把这个去掉, 所以就被康生, 当然也是毛, 抓住, 就是说他是为自己篡党, 篡国, 来积累政治资本, 剽窃毛泽东思想啊, 什么等等等等, 就是这么一系列的罪名, 因为他是这个职务最高的, 而这个写书过程当中, 他是参与过沈月至少是, 所以他就被称为这个, 这部书的黑后台吧, 那么从62年开始, 63年就开始挨挣, 最后63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就被什么下放关押, 一直到七几年以后, 到那毛以后, 才开始重新的又出山, 因此那些来找我的人, 我跟他们说, 不要让小说反党的历史闹剧, 再度重现这番话的时候, 我跟他们的劝告是, 他们不要以为, 这样做是一种表现, 是一种讨好, 是能得到上面的欢心, 这很可能会成为一种低级红, 或是高级黑, 因为当今, 他们的领导, 是亲身长寿过, 这样的历史悲剧, 给他带来的这种身心影响, 和家庭灾难的, 我自己能够感同身受啊, 文革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在一个干部子弟学校, 就是非常清楚的那种印象, 特别强烈的那种记忆, 就是随家的父母, 早几个月的时间, 受到了文革的冲击, 因为那些教育口的, 文化口的, 是受冲击, 文革冲击比较早的, 那么他就会, 突然就会在这些同学当中, 变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他们的父母变错误, 就是犯错误, 或者成了黑帮, 或者被报纸点名, 或者受了批判, 那这些孩子, 立刻的地位, 就变成了一个被大家歧视的, 边缘的, 甚至是受欺负的, 他们的那种心灵, 受到的伤害, 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 已经还大了啊, 文革的时候, 我是13岁啊, 那你想想, 习主席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 挨整的时候, 63年,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时候, 他才10岁啊, 而距离其他人的父母挨整的时候, 66年, 那还有三年的时间呢, 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谁的父母提前变成黑帮了, 都马上, 另外一些人就变成, 自己父母没有受到冲击的, 那些就高人一挡, 而那些受到冲击的那些人, 立刻变得非常自卑, 那么有三年多的时间, 是出于那种, 强烈的那种, 被排斥, 受欺负, 那种孩子的那种心灵, 受到的伤害, 他怎么能忘呢, 你们怎么能现在还要让他, 把这段历史再重演呢, 难道这不是低级红, 或是高级黑吗,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好的, 当然, 我跟他们这么说, 也是带有一种开玩笑了, 我不知道, 这个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真实的关系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 他们上面也好, 下面也好, 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我这么说呢, 到现在为止, 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 那个思维惯性当中, 就跟那个刘志丹一样, 就每个人都在那本小说里, 去对号自己, 然后去说, 去开始指责这个作者, 而作者的辩解, 就是说, 这不是影射, 不要对号入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应该这样理解, 可能是这样, 可能这是一种辩解的方式, 但是, 在我看, 一个正常的社会, 它根本不需要辩解, 它就是可以说, 你对号, 好吗, 你想对号, 你就对号, 我就这么写, 你能怎么着,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